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这些书籍分一个类 所以我觉得其实分类对小朋友的理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像我小的时候这样的书籍就是 它里面是插图的那种书籍嘛 所以更适合那种年纪低一点的小朋友去阅读 这样就是扩大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然后这类的书籍就是可以拓展小朋友的 想象力它是类似于什么童话这样的书籍 适合就是中年级的学生去阅读 然后这一类它是属于文字比较多的书籍 它适合高年级的朋友去 因为它可以扩大他们的知识处理嘛 所以是非常适合他们去阅读的 孩子们你看就算这么多书 是完全改变的带给大家的礼物哦 选择书籍这样一个形式呢 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 就是它是一件可以让人充满希望的事情 我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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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这本侦探小说 它叫科瓦特探阿基 书在我的人生中就是一把钥匙 帮我打开了知识的殿堂 最喜欢这本植物是融合生长的 这本书让我学到的农策物是怎样生长的 还有怎样种植物的 它像一个导游带领我游遍了世界各地 一些孩子他们可能 一辈子也走不出他们现有的环境 所以说他们可能有很少的机会 去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那么书籍呢就可以让他们 有着更开阔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其实可能就是盖图书馆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一些课外书籍 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 以前的时候没有图书馆的时候 孩子们就只能去书店 或者是去我们市里一个图书馆借书 我们的常书的图书馆可能会偏向 字的量比较大 一些内容也稍微不要成就啊 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了这个图书馆以后呢 他就每一周他都很期待这节课的到来 一个环境很优美 他可以感受到很舒服 然后他接触到的图书又很多 多种多样的这样子 像我其实现在应该只开了差不多10个图书馆吧 虽然我觉得跟目前的现状来的可能远远不够 但我觉得只要去做这么一天就都会实践的 那现在我们有95%的孩子 都属于随签人员之旅 就是务工人员之旅 那务工人员之旅 它的一个家庭特点就是 父母亲是起早抹黑的 那很少有时间过到孩子来读书 特别是在这个儿童安全早期教育这方面的书 对于我们这种农民工学校来 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 孩子们看了以后就会问我 李老师这个书讲不能跟陌生人走 还有甚至一些性教育 不能随便亲我 还有了解自己对身体 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成长 发展的情况 身体部位的了解 对于我们这学校的这些孩子来讲 是收获非常大的 我觉得首先这个读是一件 值得去坚持的事情 那么其实它对于我来讲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让我去感受到在我身上可能体验不到的一些故事 可以让我对日常生活中就是有一个自我思考的这样子 我觉得阅读呢 我觉得阅读呢可以先给孩子们留下一颗美好的种子 让他们感受到希望 这恰巧也是我想做到的事情 谢谢王金台哥哥哥 给我们建造这个图书馆 谢谢王金台 因为它这样子可以看到更多的书可以跟红尖角落 谢谢王金台哥哥 新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不知道这次送给你们的书籍是不是有你们喜欢的 如果有想要的书籍那你们可以把名字告诉老师 这样呢下一次我们就可以送你们想要的书籍了 我觉得阅读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习惯呢也帮助我非常多 我希望这个习惯同样可以帮助你们 因为一本优秀的课外书籍呢 不仅能拓展你们的视野 激发求知的欲望 点亮心里的明灯 更能让你感受到大家对你们的关爱 而我呢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你们一个读书梦 我是你们的大朋友 王金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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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